Hi, my name is Kevin 我是一个技术移民到澳洲的斗内Developer 个人专注于斗内相关技术 还有使用者界面的开发与研究 欢迎来到我的Entity Framework技术学程的第三篇 熟人生小篇 此篇,我将带您初步了解Entity Framework Code First 以及DB First的开发模式底下 使用Union of Work搭配Repository和Automapper的大小式 并透过实作了解差异和比较 之后在第五篇和第六篇会有更深入的讨论 Union of Work搭配Repository 其实并没有统一的官方写法 这一点从微软MSDN讨论区就可以发现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这里我将尽量以客观的角度 讨论各种不同的做法与观念 整合大家的论点 让您找出最符合自己的需求和写法 接着讨论在Entity Framework Code First的开发模式下 透过制造空的Migration Class 并利用Up Method和Dumb Method 硬执行TC4程式码 进而硬执行Store Procedure 最后在Entity Framework Code First的开发模式下 使用Automatic Migration 让您可以选择自动或是手动Migration 若您想初步了解Unity of Work搭配Repository 以及Automapper 此篇将会是您不可错过的重要内容 若您也想扎实地学习Entity Framework这项技术 这系列将让您收获满满 欢迎加入我的课堂一起练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管身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